同一世隊也是對戰的五連勝 那這些關於連勝的成績 在這場比賽受到了非常大的考驗 現在同一世隊只剩下三個出局數的機會要追兩分 潘傑凱今天如果球隊需要 他的抽筋可以來得晚一點 富朗哥的最大的優勢就是速度夠快 基本上速度快 回棒落空 台灣這邊也是有 那還有一次是要執行強迫局分 就點成小後半段 還是跟不上 這個時候要不要大膽的設定富朗哥的訴求 哇 設定了 一定的 應該是喔 因為今天的訴求的表現其實相當的理想 這一個滾地球 早上的是二壘手李宗賢傳一壘 這是這場比賽的最後一個出局數 這場比賽 在這場比賽 程度